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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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錯我現在身處在一個非常微妙的空間 帶有一點優雅的氛圍同時呢也有一些工業風在裡面 是哪一個品牌會這麼的搭配驟章找到這樣子的地點 讓我們做賞車的活動呢 來自英國的Jaguar 他們的確是對於整個設計感有非常強烈的要求 那當然今天的主角並不是這個空間 而是我們身旁這一台全新小改款的Jaguar X1 在外觀的部分呢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更動並沒有非常的大不過也有幾個重點要跟大家分享 在那之前呢我們先跟大家了解一下 它的預售價格是落在 兩個車型 P250 以及 P300 車型 後面都掛上了 iDynamics 所以代表它具備了一系列的套件 219萬以及 239萬 現在在我身後的是屬於高階的車型 不過大家要記得其實這個是預售價 正式的售價我猜公布的時間點以及發表的時間點 會落在今年年底的台北車展 好外觀剛剛提到 車頭大致上都維持了一樣的設計手法 不過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頭燈呢改為全LED的設計 好車頭沒了 車側則是在旅圈組的搭配上面 跟過去也有一些些的不一樣 高階的車型 19吋的旅圈 而入門的車型 則是搭配了18吋的旅圈 另外在卡前的部分呢 則是塗抹上了紅色的塗裝 還附上了品牌的塗裝字樣 這個是大家可能比較需要去注意的 至於在車尾的部分 一樣是更動的非常簡潔 第一個呢 尾燈組的LED導光條 你可以看到它的曲線變得更加俐落了 跟目前新世代的車款 都有靠攏的異味 另外呢 雙邊單出的排氣尾管 也是這一次的標準配件 好內裝是我認為這一次XE 更新比較大幅度的區段 更動了哪些東西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的所有的設計 所有的鋪陳以及配件 配備部分呢 它能改的幾乎都改了 方向盤帶有R字樣 另外呢 12.3吋的液晶儀錶板 中控螢幕 還有大家看到的這些 或大或小的一些飾板 甚至是排檔桿的造型呢 都有做了很大的更動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前一代XE的車主 你做到內裝 你可能會覺得它升級的幅度 很像是一台新車的幅度 這個是跟外觀更動幅度 比較大的差異的部分 另外呢 它依舊有一些像是 跑車化的座椅啊 紅色的內飾啊等等的東西 我覺得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 它這次採用了全車系 都是2.0升的渦輪增壓引擎 過去比較多的動力編程 在目前的這一代的車款上面 已經看不到了 最大馬力呢 有兩種的調校 分別是P250的250P 跟P300的300P 這個其實你可以從車名上面 就看出一些端倪了 另外在扭力的部分 也有做一些不同的調校 其實以XE這樣子的中型的 防車來說 動力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塊 再配合上它比較屬於轎車的一個 超駕姿態 我相信對於運動化的展現 在未來來說也是非常的大有可聞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包含了它的正式的售價 以及未來在台灣會以什麼樣子的形式 來做展出 請持續鎖定汽車世界的頻道 我們會持續的為大家來追蹤 並且報導 你訂閱了嗎 還沒的話快點訂閱 把小鈴鐺打開 掰掰 還有一天 邏輯 搭訪 動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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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OK